这个,你要,呃,我们正式画的,我们是有用龙蛋墨来画,现在我们画的这个竹叶呢,我们用黑墨,纯墨,这个纯墨呢,我们不参,呃,如果参,就是我们墨分五色的,然后叫龙种蛋清嘛,啊,比如说你要蛋,要再更淡一点都,都可以,一直参水它就一直淡嘛,是吧,你看啊,对啊,一直淡了,你看,那么, 那么,一只,呃,焦龙种蛋清,就是五个颜色嘛,那么,你看我们的笔啊,用笔也是像粗中细,一只笔可以变成很多不同的size,粗中细,一只笔,角度不一样,画起来就不一样,呃,主页呢,我们现在,呃,会正,一步一步跟大家讲说,呃,一片怎么样画,两片怎么画,这个是,刚才我是讲那个墨,墨的颜色,所以可以放几个墨, 几个颜色的,这个又更淡了,所以你水一直参,它就一直淡,所以你要淡墨,要浓墨呢,就是看你哦,你,浓墨就是不参水的,一倒下去,拿出来用就是浓墨,那个叫焦墨,啊,然后呢,你在,啊,各天,比如说我现在,现在,现在,这个用不完各天再用,它就比较浓,那个叫树墨,树,过一个月的,过一个晚上的墨,我们叫树墨,啊, 啊,啊,那个是很浓的,那个真正要用的时候要摻水,一定要摻水,啊,不是臭掉了吗?啊,过一天不会,要很多天,比如说,你一两个礼拜不用才会坏,通常我们墨哦,相当保留的程度相当久了,可以到三年,三年,三年以后可能就会有一点发酵,就会有臭味,有臭味就不要用了,啊,就是已经发酵了,啊,我们现在, 把他的,把他的竹叶,竹叶看是很容易,你们现在看,看什么话很容易嘛,对吧,可是这个,古人讲说竹要画一身,蓝要画半世,蓝花要画半世,竹要画一身,你看蓝多高嘛,所以这半,这本家画了六十多年的竹,一辈子都画竹,啊,竹啊,蓝啊,就是正本家的特色,还有石头,啊,他没有画其他的,啊,所以为什么,为什么他会 出名在,就是因为他一辈子画一样的东西,你们如果一辈子画,画一样,你们也是会出名的,就是很多人就什么都画,什么都学,太扎,太扎,太扎,要精啊,啊,我们现在,一笔,两笔,三笔,啊,这个要解释的,哦,四笔,OK,一画,我们这样画, 一画,一笔,就是一画,这个一笔,这个一笔就是一片叶子,两笔就好像我们那个写字那个路,人啊,路啊,不是这样写的,对吧,两笔,两笔可以连起来,第三笔呢,你委屈一点,这个文官,我们可以再画了吧,不要紧,穿进瓜的, 两笔就是两笔连一笔开 三笔就是各 我们一个两个的各 这个是中国字 简笔的各都这样写 三笔的话就是说 两笔靠近一笔分开 四笔就是介绍的介 我们介绍不是四笔 所以四笔里面有连有开 这边开 还有排高中低的变化 有没有看到 高中低的变化 初中细的变化 为什么要有细跟粗 为什么 有粗跟细 为什么 因为粗就是正面 细就是側面 而且你看我的手 这样看不是很大吗 我转側面给你看 好像一条线而已 不同角度看的 这个叫透视的变化 你们可以 下次就带一本笔记簿 要拍就可以拍得住 这个当作学习的范本 所以我们现在四笔就介绍 你们四笔不要画这样 把它连起来 这样四笔连起来 有些画五笔 这样连起来更不好 我们叫模杂 叫错的 就是不要画 五笔都连在一起 而且五笔一样的粗 后面都一样的结 不是好像用模杂吗 模笔的模 所以我们说 这个错 所以故意用那个坏的名称的形容 所以千万不要画全部连在一起 有连有开 这个连这个开 这个有开 初中戏 这个我们叫做飞燕寺 好像飞燕寺在飞 你看是不是 这个是燕寺尾巴吗 这个翅膀吗 这个头吗 所以这点呢 这点动画啊 我们叫做 也是正面的叶子 也是叶子来的 就是正面对着你 比如说竹月这样伸出来 你这样看 看它不是等于好像一点吗 90度的时候 只是看到那点 所以这点是代表竹月来的 就是90度正面的竹月 这我们是说perspectics 透视的变化 所以我们学了这几种啊 再来呢 我们就学竹枝 还有竹干 所以今天练啊 竹枝是这样 退后向前 退后向前 你看我画画啊 不是好像在 在跟打果树一样吗 是这样吗 退后向前 所以我们全身都在动 这种运动是最好的运动 很温和的 很温和的 就是说它有促进血液的状态 但是它不是很激烈的 所以老少前女 年纪越大越适合 是吧 因为年纪越大 你不可以做很激烈的运动 就是画画跟写字是最好的 还有训练了我们的头脑 给我们头脑永远是灵活的 健康的 就是不会吃饭 就最重要啊 所以你看你看那个 你看我们用的笔啊 那个足啊 有没有看到 我都是 推后向前 推后向前 我放慢速度你就看到了 对吧 我的笔一定有推后向前 这个推后向前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 产生力量 一种反作用的力 就是你要向前反而推后 要向左反而右 右一下才左 要右呢 左一下才右 就是说不要直接 要向前就向前 不要 推后才向前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叫 欲左先右 欲右先左 以欲前 以后 要向前反而推后 好像我这样 这样画不是 不是要向前咯 推后才向前 所以画数字也是这样画 所以这个 其实中国画的 跟书法是一样的 书画同源嘛 书法跟画呢 我们也是要 根据这个道理来画 向前 要向前反而推后 要左反而先右 要右反而先左 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这个道理 就是好像你下斜坡 OK 你下斜坡 你推一辆板车要这样下 你不能够向前推 你向前推 你向前推 往后拉 慢慢慢慢放下去 因为平路当然是向前推 但是下斜坡 你一定要往后拉 所以这个不是矛盾 你要向前反而往后拉 不是矛盾 矛盾就产生力量 所以用笔就是根据这个道理 推后向前 反而就产生力量 所以你的笔才用力 因为我们话话讲功力嘛 功力要深嘛 所以主要讲 每一次下的笔 都是要讲力的 力度要强 下笔的力呢 就是说 刚刚那个顶 古代的三角顶 还有下笔的力要力透指背 好像要把那个指穿破 这样 所以是不是这种运动 但是他这种运动 不是像 跑到很穿 那对心脏也不好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每天画画多么好 不用运动了 就是画画就够了嘛 我是没有做运动 每天我都在画画 你看啊 推后向前 看到吗 这个 我们写字也是这样嘛 这基本功啊 你们回去要练的 你看啊 我现在写书法 写了一个E 我要向这边嘛 我不是像这样 直接过去玩 左一下才右 右一下右回来做 这是反作用力的 反方向嘛 明白我意思吗 我要向前 我推后 再向前 推后再向前 推后再向前 是吧 这个是反作用力的 明白吗 这样的力呢 你看我的线脚很有力嘛 很有力 当然你本身也要出力啦 所以我们画画写字 你看我画那个 那个竹也 也是很出力嘛 也是很出力嘛 你看 出力才有用啊 如果这样的绵的 这样的 有气有力 画起来 不知道没有力 而且好像病态的样子 所以画 画足 怒血足 喜血蓝 画足的时候 要愤怒 好像愤怒的时候 在画 就是要你出力嘛 你看 怒血足 喜血蓝 happy的时候 喜就是高兴的 要喜 因为蓝 蓝花要飘逸的 轻重虚实的 所以蓝花的叶 有不同的表现方法 所以意思是这样 我们画画呢 最重要就是 你的手会很有力 但是我们这个力度呢 是不是那种 好像打boxing 那个拳数啊 怕你拳王啊 他一拳打过去 是500磅而已 但是如果他来画画 他拿笔来画 可能 他或许是没有力 但是他的力很大 用错了 他不是用内镜的力 他可能是用 当然你叫他画 画力 他也是可以画出来 但是在叫他画足 可能他会很紧张 会很怕 可能他画起来 会很弱的样子 他的力 所以他力发不出来 我们这个力 是内镜的力 In the strength control 内镜的 不是那种外表的 而太极拳 你看他打 甚至没有出力嘛 软绵绵的 但是他的力 完全控制在境外里面 所以你给他碰到的时候 才知道他要厉害 所以这个力 就是一种内力 所以内力是混贤有力 就是真正的有韵味 文化画就是用这种力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 就是学怎么控制那个气 控制那个内镜 我不是跟你讲 我不是跟你讲 看你全文的五百分之力 但是画起来可能比我更多 为什么呢 不用错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足月跟足枝 介绍给大家了 画法来跟大家讲 这个足月你画的时候 你要画到好像 你要有这个精力 所以我们画画呢 如果说没有气势 但是没有神韵啊 画起来软绵无力 那就是不是好的画 我们知道这个功力很差嘛 所以画画就讲功力的 打多数也是讲功力的 书法也是一样 书画同源嘛 都有关系嘛 所以书法好的人 画画也会好 画画好的人呢 去写书法也会好 因为他们之间的控制呢 用的力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我们每次 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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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书法写得很好的人 他来画画 有什么会好 他力 用对了 但是他的造型 不一定会好 因为画画还要讲造型 还要讲透视 还要讲比例 书法不用嘛 好 所以我是 我是两种都 都会啦 我又叫书法 也叫画画 所以我的画呢 就是把书法融合在 把书法融合在画里面 我又把画的技巧 融合在书法里面 所以我的书法呢 看着又好像一幅画 我的画呢 看着又好像书法 是一种结合 因为你两种都会嘛 所以你把结合 这个刚好真正发挥出 我们的书法同源的道理 书法家呢 不一定会画画 画下就一定会写书法 因为你画下 画完了一幅画 要几款几字嘛 要写字 那你不会画 你不会写字 什么 一版 还没有完成 所以你们如果 画了画 不会写书法 不要写老师帮你提 那感谢你们给练 或者现在你可以学 签你的名 名字就容易嘛 整个字而已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通常你们的画 我会给你们提字 提书法下去 那么现在 书法跟画 虽然说有关系 但是也不一定 而你画画 就一定要写书法 也不一定 签名就可以了 现在新的是这样 有很多大名家 他们的书法 他们有些也没有写啊 而且吴冠宗 不是很出名 他从来不写书法 他在签名而已 他也很出名 他现在一张画 拍卖几百万一张 七百十张大先生的画 一张拍卖两千多万 两千多万 拍卖市场 可能以后会到 三亿多 因为很多中国的 经济疼飞 他们 中国人 一定要把他们的国宝 提升 提升 所以他们那些有钱人 就会把价钱喊得很高 甚至喊超过那个 皮卡索的 超过Vanguard的 是很可能的事情 因为现在 七百四的话 中国的拍卖市场 只有十多年了 外国的拍卖市场 就几十年了 所以他们就把 Rango Picasso喊到很高去 现在 Picasso的话 跟 Vangu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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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第一线的画家 都是在三亿多以上 三亿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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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了 三亿 三亿 所以齐百世的话,中国的国宝籍画家,有一天他们会把它喊到拍卖到超过皮卡索,有这样的可能,因为拍卖市场很年轻嘛,长眼下去肯定会超过。 中国画其实在所有美术领域里面,它是读书一字的体系,是所有美术当中最高境界最高的就是中国画,跟书法啦,皮卡索就吃战我们的中国画,中国画呢,他有一天看张大仙画两条小鱼,他说中国两条小鱼什么东西都没有画空空白白,皮卡索怎么讲,他说我看这两条小鱼,我感觉到好像有水, 鱼在水里面有,而且还闻到那个水的味道,所以他说,中国画太棒了,你们不画水了,我感觉到有水,我们西洋画不同啊,西洋画我要画水啊,我画的鱼还要画水,才感觉到有水,你们不必画就有了,不是很特别吗,你画了水,你画鱼画水,你的水如果画得不好,还破坏那个画面, 完全不画,完全不画,那不是更香,此时无声,此时无声,那个意境非常美的,所以意境最高,现交最美,举世无双,中国画,所以连西方的大师纪画家都非常称赞我们的中国画, 他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每次跑去西方学画,他说,你们中国画的技巧这么高,为什么要跑来西方学,应该是我们西方人去跟你们中国人学, 所以他们西方的大师就称赞我们中国画,不是我们自己讲的,所以可能中国画真的意境是非常高,因为他的历史也非常悠久,所以中国人,在这个世界上,中国人是很聪明的,但是有一些人,就把聪明用到坏的地方,不过每个国家都有他的害群之马, 所以我们现在讲中国书画,值得你去学,值得你去重视他,明白我认识吗,所以大家要对他热心,不要当中,我是来学书法,我是想把字练好,练美一点,不是这样讲的,我们是还要练各方面,他的武器,他的精锤,我们要学他的精神,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今天有这个机会,就必须要好好地认真地对待他,要学好他,要辞职以恒,不要半途而废,这个最重要。 这个我们,这个竹,还有竹干怎么样,也讲一下好吗,我们等一下就是练竹叶跟竹吃,还有竹干,今天没有构图,构图要等到下个礼拜,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些,开续言吧,我们竹,蛋默, 主要你们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纯粹我们是用水墨,没有用颜色的,但是自古以来是这样,但是现在呢,我们也用很多彩墨,彩色的墨来画,所以我们现在水墨,你们不要有意思,哦,竹就是一定要画黑白的,不一定,彩色也可以,彩墨也可以,所以彩墨就是彩色彩墨, 所以你们都有一观一颗颜色,只有竹跟蓝花这些,我们一般上的,多数用墨,你看正版的竹,它从来不画颜色的,就是黑白的,蓝花也是,那么我们等一下,我们下次画的竹,也可以用彩色,所以你们大家要明白,彩色跟墨参,我们叫彩墨画,如果是纯粹墨,我们叫水墨画,水跟墨没有颜色的, 好像我现在用水墨,好像没有颜色的,这个水墨呢,我们用两个色,这个蛋墨,我刚才那个黑的,龙墨沾得不够,第一笔是下,第二笔是上,每一节顿两次,头顿尾顿,头顿尾顿,每一节顿两次,所以这个,这个顿尾顿, 这个竹干啊,竹干是每一节,比每一节长,这节比这节长,这节又比这节长,长一点,所以画的时候呢,就要特别注意,这个我们是根据大致人的竹来画的,这个竹节,竹节是称U字形,U字形,好像英文字母那个U嘛,STUV的U嘛,对吗,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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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三没有顿,顿三次,这个是竹节,就是放进去这边的,当然竹节有几个画法啦,也有人画,好像Z这样的也有,也有人画,两点也有,两点是代表,我们叫青蜓眼,Dragonfly,两点,那么那个,如果你要画U的就全部U,要画Z的就全部Z,要画Z的就全部Z, 青蜓眼的就青蜓眼,不要乱乱餐,同一个竹干里面要一样,OK,这个是不同的画法,顺便介绍一下,还有我要画竹干呢,如果要画短的,瘦的也可以啊,用中风咯,如果我要画,画它胖一点的,就用偏风咯,这个不是有光暗咯,深浅,你们有没有看到,我们中国画的这个,非白啊,看到呢,有一些干笔,这个叫非白, 这个非白呢,我们讲它的干笔效果,它的一个名称叫非白,非来非去的非,白下的白,像是有一个日本人,他问我,他说,what's the meaning fly white,他就跟他翻译,所以我说不能够翻译,用英文就很难,有一些字翻译不出来的,你照字面上翻译是fly white,非不是fly, 白不是外吗,你没有错啊,他跟我讲fly white,我说我不懂,什么叫fly white,因为他日本人嘛,他会讲英语,他不会讲华语,后来我说我不懂,他不相信,他说你做老师,我怎么可以不懂fly white,我从书本上看到的,后来怎么讲呢,我说你懂中文,因为他们日本人会中文,中文字,他就写给我看,写非白,他说我书上看到的,他就写给我看, 然后我说,这个当然懂嘛,你不能够讲fly white,你要讲dry brush effect,我叫他英语,干啤的效果,所以好像人山人海,比较知名上讲,people mother, people see,不成样子嘛,成何体种,它是很多人的意思嘛,所以我们就是翻译了, 但是我们讲人山人海,我们不会笑的,很正常嘛,就是很多人,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画的很多那个成语,真的不能够翻译了,好像比如说比不到遇到,比低无名,比不到遇到,但是在中国画里面是很正常的,比不到,就是说我画,我不能画树枝,这样画吗, 有没有看到,我的数字啊,这个没有连就是比不到嘛,有些连就是,因为我们要有画连跟开的,不可以全部连,全部连是错的,所以这个连是实,这个没有连的是虚,虚看起来是断,断就是比不到嘛,亦照, 为什么要讲,比不到就亦照,因为它本来是连的,那么因为反光,反光这色,所以它就虚了,光照真的反射不虚咯,所以画的时候,这个是正常是对的, 所以比不到遇到,比断一连,比断就是没有连,不是比断,一是是连,比断一连,这样写,比断一连,这个比,断就是断掉的,断啊,一连,一是的一,连,斜斜的连,比断一连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中国话也是有光暗,跟西洋话一样,有光暗,但是那个光暗呢,我们是,什么地方可以光,什么地方可以暗,都可以的,随心所欲,像天马行工这样,无拘无束,自由奔放,西方呢,的光暗就根据那个光源进行方向,比如说光从窗口这样进来,左边的亮,右边就来, 很科学化的,有逻辑的,西方呢,跟我们中国话就不一样,中国话呢,为什么好像没有不科学化,为什么好像不科学化,因为它有它的,它是讲意境嘛,讲气势,讲神域嘛,它化学是灰洒自如的,所以我们的神域其实是比断氧化强,意境比他们高,线条比他们美,就是因为我们自由奔放,无拘无束,你太过科学化,太讲逻辑的时候, 我就,好像什么东西都要迁就,左边的全部亮,右边的,不是很,很多叶数嘛,很多叶数你发挥,要自由奔放的话就很难嘛,所以要讲气势就比较难了,所以中国话呢,你可以画光案了, 所以我现在画这个族有光案,这边按这边亮嘛,但是我的光案呢,不是一定要这边,我另外一边也可以,所以我现在画的时候是没有根据光源进行的方向,自由发挥, 这个就是中国话的好处,反正我写书法也是啊,写狂草的时候,完全是无拘无束的, 清善不老,你们看这个是草书来的,你看有气和尘,无拘无束,所以现在有一个神气,就在这里, 这个是我们书法里面的狂草,清善不老,这个草书来的啊,你看我一气和尘啊,可以写出四个字,当然可以还写更长的字都可以的, 这个是西方没有的,我们中国话的人是讲义境,讲哲学哲理, 所以你们现在就大概知道中国话的,如果我看不懂那个狂草的,狂草啊,狂草看不懂,你们是不是学书法表情, 你后来可以学书法,学狂草,好,我就教你,这个狂草是要背的,你看这个笔法哈,你看起来是不是跟我们的画画一样,完全一样嘛,我们画画也是有这样画嘛, 而且我们画那个藤啊,纸藤或葡萄藤,我们也是这样的,这个不是葡萄藤,不是跟我们的写草书一样嘛,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现在,今天啊,这个竹,竹就讲到这边,我们大家就是练这个竹,竹干竹子,这个竹,竹子,我们竹的生长规律呢,左右互生, 我们的大竹子,左边有,左右,右右,右左,我们叫左右互生,这边左,这边就没有了,这边不要再画了,就跑来左,这个右往右跑来左,这边就不要再画了,又跑回来右,左右左右,它的生长规律是这样, 你去看大自然的主也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更是根据大自然,再提升,变成我们自己的,所以画画啊,是跟大自然的东西,是不完全一样, 但是呢,它也不可以不根据,也要根据啊,是啊,你不根据的话,你画族人家就不懂,画什么也不可以, 所以我们画画是主张什么,在像与不像之间,太像了就俗气,画的不像就欺骗世人,而像与不像之间是最高的境界, 好啦,再听下去会睡觉啦,好,我们开始了。